下一个叫做断层 断层就是 岩石受力 断裂之后有错动 断裂之后有错动 叫做断层 岩石受力 弯军不断裂 叫做得重 断裂也没有错动 叫做结 断裂之后有错动 叫做断层 断裂之后有错动 叫做断层 断层有个断层面 断层面有个上盘跟下盘 然后 这个平常试就会 这个平常试就会 上盘跟下盘 最早讲这句话的是矿工 你们的知识水准都比矿工高 矿工会分 你们一定会分 平车站借问 甲跟椅子在上面 好聪明哦 甲在上面 所以甲叫做上台 叫做 上台椅子下 停车站借问 甲跟丁在上面 甲很聪明啊 甲叫做下台 丁叫做上台 所以不用背 看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看就知道 平常试就会了 如果是不用背 甲叫做上台 来 那请问 A跟B谁在上面 没有人在上面 很好 没人在上面 无法判断 不知道谁在上面 这就是这边 所听你讲的啊 在上面叫做上盘 在下面叫做下盘 如果断层面垂直地面 就分不出来上盘跟下盘 如果断层面垂直地面 就分不出上下盘 OK 可以吗 好 小西装 各位知道谁叫上盘 谁叫下盘 好了再来 根据上下盘的关系 我们会分做几种 就开始要太叫交了 还就是那句 我会交文言文 哇啦哇啦哇啦叫做正断层 哇啦哇啦叫做地断层 这些哇啦哇啦通通 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就是 我如果把图画给你看 你认得算正断层 还是 逆断层 逆断层 所以不用背定义 大家看我的讲解 第一个叫做正断层 正断层 上盘相对下盘叫做 向下移动叫做正断层 老师说不要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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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一本 不一样的 这有一本数学参考诗 这一边有一本地址讲义 这样看起来 谁应该往下掉 参考书 应该往下掉的就往下掉 正常叫做正断层 文言文 这个叫上盘 这个叫下盘 向下 上盘 下盘 这个叫下盘 这个叫下盘 如果不正常就叫做什么 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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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文 上盘相对下盘 向上运动 下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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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借我一下 喊两腿 很好 这个叫上喊 这个叫下 应该往下掉 没有往下掉 却往上冲 不正常叫做 立断 要上喊 要下伸 往上冲 上喊相对下伸 下伸 运动 OK 正算成 立断 正算成 立断 应该往下掉的 往下掉 正算成 应该往下掉的 往上冲 立断 简单吧 会认就好 老师说过了 重点就是考试考图 会认就对 考试考图 会认就对 OK 背 张力造成 正断成 压力造成 逆断成 要背 我后面要用 我后面要用 请你背下来 要背 张力造成 正断成 压力造成 逆断成 好 来 考试的时候 忘记了 需要你手拿出来用一个脚 张力造成 正断成 这样 以上事 无料 张力 怎么了 正断成 欋锏 张力造成 正断成 压力造成 逆断成 压力造成 重點 低段前 張力 升段前 張力 升段前 你這樣子覺得太誇張了 不好意思拿頭子 不過頭子頭子能夠壓力 壓力 抑鬆 壓力 收 低段前 壓力 收 低段前 壓力到低段前 張力到前 好 回家 我說我後面要有 請你背下 張力造成正段前 壓力造成逆段前 請要回背 剛才是上下動 剛才是上下動 現在有個前後動的 叫做水平運動的 這叫做平移段前 平移段前有分兩種 左移跟右移 很簡單 什麼叫做左移 左邊過來叫左移 左邊過來叫左移 什麼叫右移 右邊過來叫右移 右邊過來叫右移 左邊靠近我 左邊 RIGHT 左邊靠近我 叫左移 右邊靠近我就叫右移 右邊靠近我就叫做右移 相反 错 哪边看答案都 一样 怎么看答案都一样 你比较适合 你看 举右手 举右手 举好 举好 这是我的右手 这是我的右手 举右手 你说 你说 左边靠近你 右边靠近你 右边靠近你 右边吗 右边 你说右边靠近你 怎么钻成 右影 我说 也是右边对不对 也是右边 这也怎么钻成 右影钻成 拿着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边去了 又一段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边去了 又一段 四边看答案都怎样 一样 不错 四边看答案都一样 不需要 不需要的时候 考验我对面 要跟他相反 不用 你哪边看答案都是一样 哪边看答案都是一样 好 这个 这张图 你从这里看 从这边看 右边靠近我 右影 你跑到里面看 你跑到里面来看 也是右边靠近我 右影 来看这个 看这两块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边去了 右影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边去了 右影 哪边看答案都一样 好 哪边看答案都是一样 所以 左边过来叫做左移 右边过来叫做右影 平移断层 左边过来叫左移 右边过来叫右影 这是理论上正式交下学期 但是因为现在交了断层 所以可能可以体验一下 这是下学期的重点 如果地下产生断层 就会产生地震 所以考验上画一张图 就说下跃迅速何者正确 此处曾经发生地震 对 因为他画了一个断层 这一个表现就会有地震 所以断层会产生地震 然后一个名词 这是下学期的重点 一个叫做震源 一个叫做震央 来看图 一个叫震源深度 来看图 地底下 地底下发生断层的地方 叫做震源 文言文叫做震源在地面的头影 白话文叫做垂直地面的那一点 叫做震央 中间这个距离叫做震源深度 叫做震源深度 OK 所以 地下产生断层的地方叫做震源 震源垂直地面的那一点 或者说它在地面的头影 我们称之为震央 然后震源跟震央的距离叫做震源深度 下学期我们会再交一次 然后这个是下学期的重点 这个缺提学震源考过 问你谁是震源 谁是震央 谁考过 OK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教断层 所以给你提了一下 叫做断层会产生地震 断层会产生地震 对吗 OK OK